哈喽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静怡 欢迎静怡 然后再次来到微博之夜心情怎么样 其实还是紧张的 因为之前参加的是微博电影之夜 然后这也是第一次参加微博之夜 不过比起以前好像认识的朋友更多了 所以会不会跟大家私底下聊一聊 舒缓自己的紧张 现在倒还没有碰到 对一会儿应该见到了会打招呼 那今天其实也有很多之前合作过的演员朋友们 大家有私底下彼此就是提前沟通啊 或者说族局什么的吗 其实没有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有谁 但是因为平常大家都在剧组拍戏 我觉得这一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剧组之外见面 然后今天盛兰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细节首先我觉得是外面真的有很多的 就是粉丝来支持大家 我觉得还挺让人感动的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来来往往好多工作人员 不停地在忙碌 就觉得这次的活动还是挺盛大的 自己目前在忙碌哪些工作 有没有可以透露的提前 最近是在为了进剧组做准备 然后接下来也有两部电影 人生录不熟和长沙夜生活 都会在四月底和大家见面 今年会不会除了影视之外 还有哪些想要挑战的新的工作 新的领域 我觉得我每一个工作都是新的挑战 但是主要还是拍戏吧 但是会想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新角色 那我们给敬意准备了一个去年 就关于你的一些热搜话题 对有一个手撕热搜的环境 张静怡摇花手 这个热搜当时记得是什么情形 好像是朱韵的时候 我看了以后觉得 自己还是有一点舞蹈功底的 但是看见这个内心OS 会觉得有一些小小干扎什么 不会 倒是会觉得当时拍戏每一天都好欢乐 就是像小孩一样 天天玩这些无聊的游戏 所以你自己家是会经常看土味视频吗 土味视频其实少 但是有的时候刷的那种搞笑的段子呀 真的会自己会分享给各个朋友 所以一般会刷哪一个类型的一些 比如说短视频也好啊 或者其他 有一些那种小动物搞笑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日常生活 有的时候会刷到 所以我们一般不工作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呢 其实更多的 我还蛮珍惜不工作的时候 待在家里的机会 或者就是跟朋友见见面啊 出去玩一玩 所以是偏宅女一点还是偏社交达人一点 宅女吧 而且感觉自己越来越宅了 这个是 是一个新的变化吗 就发现你不爱出门了 可能也是天气冷 觉得宅在家里比较舒服 那最近有没有养成什么新的爱好 就站在家里的时候 我最近很养生 我很喜欢每天早上给自己打豆浆啊 然后就是做一些很健康的食材 这个养生是为什么会开始选择的 因为其实经常在剧组 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照顾自己 所以想说 把在私底下休息的时候 把身体养好 然后这样子到时候去拍戏的时候 其实也是身体条件能更为角色服务吧 大家其实很常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早起还是晚睡吗 所以静音是属于早起党 还是属于 我是晚睡晚起党 所以私底下要好好地调养自己的身体 明白 我们可以撕一下倒数第二条 好 这个是对 毛友的一个呼吁 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去考古 对 大家不要再去考古了 有哪个考古资料是真的有 就震惊到你的那种 就是他们找到了很多 我在读高中初中时候 主持呀什么的一些搞笑视频 就是我自己脑子里都忘了 我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被大家翻出来 就会觉得怎么回事 有特别去比如说 跟招中的朋友们打招呼什么的 那倒没有 因为我觉得就像现在会 故意去留很多的视频啊 然后照片 因为其实我会发现 比如说你过来几年后再去翻 你想到当时那个瞬间 其实还是觉得蛮感慨的 所以经常会留一些视频了 现在 我们其实可以反过来聊 有没有什么 自己之前的经历是 特别想让粉丝发现 但还没有发现的 不想 就是不要考古了 对 明白 然后我们可以撕倒数第三个 这其实两个话题特别的相近 就因为我们大家在考古的同时 也不断的发一个新的视频上来 然后我们就看那个长沙夜生活嘛 是有一个当着众人唱歌的一个视频 其实私底下的唱功是如何 我觉得自己能听下去吧 就是这种水平 对 所以当时是在为角色服务是吗 对 就是特意的唱的会有一些 我觉得这个大家马上就能听到了 就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 那我们设计一个小环节 就是现在正好是春天吧 如果推荐粉丝一首适合春天的 我知道你想我推荐哪一首但 不必有轻唱一两句 不行 我怕我要是唱了 大家就会关掉这个视频 但我可以推荐大家春天在哪里 所以对自己的唱功评价 其实是有一些 我觉得我有进步最近 对 我这次去录歌 我觉得我有进步 就录的是新的作品 反正不是发单曲 是为了角色 所以我们一般在KTV的话 是属于那种麦爸吗 我分人 如果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真的会一直唱歌 但是如果是不熟的朋友 我就会坐在角落 那其实大家私里 大家跟朋友 有聊过什么唱过的问题吗 大家都是对我是鼓励式 对 张静怡以猪运跑步演技 也是一组 就非常轻心的动图 就当时在那个 饰演猪运的时候 好多奔跑的桥段 自己有没有想到 这个会上到热搜 没有 但是当时拍的时候 确实是 导演说我这部戏 几乎每天都在跑 但其实我觉得 朱韵的跑步 都是在为爱奔赴 对 所以当时有特别研究 比如说跑步的表情 或者 这真没有 就是撒开了跑 而且就是经常是 因为其实拍的时候 都是机器追着我嘛 我一般都会跑得比机器快 然后大家都会说 他跑得这么快 就是跟大家设想都不一样 就自己平常就跑得很快 还是练过 没有练过 但是就是 可能我就是撒开了跑吧 那他的那种元气感 还有那种少女感 你觉得可能 自己的秘籍是什么 展现那种形象 可能秘籍就是 当时那个角色的时候 脑子里就想着 那个角色喜欢的人 对 因为大家也特别刻这部剧嘛 你知道就是 对张静怡本人来说 异性的一些 哪些举动 或者哪些情节桥段 会特别戳到你 有礼貌 然后有幽默感吧 长得帅 对 最后一个会不会是最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有幽默感的话 你觉得自己 笑点算是高还是比较 自己的笑点算什么呢 我觉得挺低的吧 对 那目前参与的作品中 有过哪个角色 其实很符合自己理想性吗 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那个对方就会是我的理想性 就我真的是对症下药 就是这个角色 就会很喜欢那个角色 那目前自己的理想性是所谓的 这个是要看感觉 对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 如果今天晚上上一个 可以 对 对 对 如果今天晚上上一个 关于自己的热情 我要写吗 对 希望它是 你猜会是什么 张静怡 唱歌 好听 可以展示一下 张静怡红发 对 因为前几天突然说 我可不可以红头发一次 就是想染个发 试一试 满头红发 或者绿发 金发 黄发都行 什么颜色都行 想试一试 就是来表现自己某种心情是吗 也没有 我就会经常突然就是想起一个什么 就是很想做 就是那样子 今天这个造型 OOTD有什么小巧思在上面 今天的OOTD的小巧思就是白色和黑色 奥利奥黑白配 对 那张静怡红发